有鹏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 第二队搭档 闪亮登场 你好 宝贝 你好 你好 阿布 你好 请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张芝瑞 今年八岁了 我来自四川芦州 这是我老汉 老汉 你的爸爸 大家好 我是阿布 来自土耳其伊斯坦布 找到了四川洋女婿 上门洋女婿 对 在中国生活多久了 在中国生活了十三年 十三年了 那和咱们第一组嘉宾的五年 不是一个概念了 对 你给你爸爸打分好不好 你觉得你爸爸对中国的了解程度 一百分满分 他能打多少分 他能打五十 五十 五十 来 多了 为什么 因为他很会做我们川菜的饭 然后也很优秀 会做川菜是吧 会 因为做四川女婿不简单 吃得好吃可以 但是你不做也不行 对 那你媳妇是哪里人 东北人 东北人 那你还好一些 你们会做什么呀 我爸爸会做小煎鸡 还会做火锅小龙虾 还有那个 豆花 豆花 还有香肠 香肠 是做香肠还是切香肠 两个都会 去你也可以 一说美食 你都是用语言说它就很苍白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你说你爸爸会做这些 人家刚才第一组嘉宾上来都带家乡特产了 哎呀 我们本来是自己有自己有品牌自己也做很多特产 但是我们过来的时候就忘带了 忘放这新香了 这么重要的事情都能忘了 杨帆 他们一样都没给你带 一会儿我一定难倒他们 你看我兄弟都看不下去了 他应该吃不了了他没有嘴巴 那刚才说你们还有什么自己的品牌 你们是有农场吗还是怎么样 也是自己种的也有 对 我们自己种的很多菜 养的很多动物也有 我爸爸什么都会养 比如 爸爸都种什么了 比如洋葱蛙 还有葱蛙 还有茄子呀 茄子也有 很多 肉都有 猪肉 还有鸭 鹅呢 鹅的话就没有了 所以你们家有农场有自己的菜园对吗 对 妈妈 我外婆 看财 看财 来 这个是我们是炒菜园的吗 好幸福啊 对 刚才视频里边那个稍稍上一点年纪的 那是您的岳母 我叫妈妈爸爸 我不会分 咱母娘自己叫妈妈 而且我太太害羞 我叫她太多妈妈了 这个我得问那个孩儿的妈 就是咱妈对女婿 养女婿满意吗 现在挺满意的 现在挺满意的 这个看来还有之前是吗 那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很了解吗 所以之前可能妈妈觉得 你跟一个外国人在一起结婚成家 会担心你有很多不适应是吧 对对对 因为父母的话她都比较传统 对不对 就想自己的女儿啊 嫁得近一点 然后才放心 那经过这一两年的 就是朝夕相处 那我妈妈确实现在也挺放心的 也很开心 对这个女婿也比较满意 我妈妈之前她确实是 比较寡言的那种 就一天到晚她就只顾着干她的 那点龙活 然后现在在那个阿布先生的带领下 就是越来越开懒 然后就跟我们能打成一片 我们去哪里 她也很想跟我们那个一起 妈妈比如说 我叫她妈妈来 我们一起去干场 她说要的 我带她去剪头发 洗发店她从来没有去过 第一次跟我一起去过 我妈妈养三头猪嘛 她哪里都不想去 因为她怕她猪不吃的话不会肥 不肥的话不值钱 所以说我叫她云南 我怕她不想来 我问她妈妈要不要一起去云南 她说要的 我说住怎么办 她说她要给爸爸开工资 她说爸爸养 所以变化太大了 对 变化现在太大了 都是有阿布先生 咱们的中国女婿 加入这个家庭之后 然后妈妈带来了很多变化 有过去一个比较内向 对 害羞 腼腆的这样的一位 妈妈现在变成了 也喜欢跟孩子们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对 就变化真的特别大 就是现在越来越开了 因为我刚才看那个视频也好 不仅是你自己务农 感觉有模有样 而且看起来和当地的这个村民们 也打成一片 我们有一区别 我太太 我们的那个村餐是一个新农村 以前是山上的农村的人 现在办了一个新农村 全部都是我太太的亲戚 大部分 因为我太太的北风比较高 比我大的人叫我故宫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 开始拍视频给大家分享 比如说我们农村那边是青花家 很出名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我现在是拍视频给大家分享 很多人想要我们老家那边的农产品 对不对 我们那个时候开始拍视频 给大家分享 我们说我们生活在这么漂亮的地方 这么开心 所以说以后我们现在 广州我们的人越来越多 后来陆州城市给我城市宣传馆 你们在做宣传 对 宣传 所以好多人会去你们那里去采摘油 对 给家乡的农产品可以带货 对 宣传 对吧 对 真好 所以说后来我女儿也是 她也很喜欢 因为在农村一个孩子 气质性是方便 还有她有很多朋友 她有一个土狗 她也现在跟动物一起 但不会担心 不会像在大城市上学那么方便 问问孩儿他妈 有过分歧吗 就是孩子特别是下一代的教育 我觉得还好我们家基本上都是意见 比较统一道 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家庭是最好的学校 而且她也是外婆外公一起说的 开心的一个小孩子 所以现在你也很喜欢田园生活 对不对 对 夏天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去那田 田上去抓蝌蚪 我爸爸也跟我一起玩 对 田地也好 田野里也好 树林里也好 永远玩不完的玩具 对 我觉得其实你们挺大胆的 就是很多人挺向往这个田园生活 但是说你真正让我们放弃都市的这种便利和繁华 而且还要带上自己的下一代 是需要勇气的 对 所以我觉得你们在网上分享你们的快乐 你们的简单 生活当中通过和大自然相处 学会的一些技能 我觉得也会给很多年轻人一些启示 是 也不一定是一定要大城市里面你会开心 而且不一定是一个大城市里面孩子开心 现在农村也很好 确实是我 以前我跟我太太认识的时候也有可能没有路 但是现在路也有 网路也有 电也有 软机也有 所以现在哪里的方便 因为我在土耳其大城市长大的 在农村没有生活过 24岁的时候来了中国 所以我太太有了孩子一直都在中国 在中国农村生活的这个两年 我在中国最开心的那个两年 所以说中国的农村好 那我一会给你出点土耳其农村的题 有的可以 你有没有信心 有 好啊 如果爸爸答不上来都要靠你好不好 我们两个会加油的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了 接下来抓紧时间进入你们的第一关 各个击破 好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出题观 邱宝 请听题 中国古代先民顺应农时 总结出了24节气的季节规律 来指导农耕活动的进行 那么现在也会夏天耕作的阿布 是否知道夏列节气中代表昼夜温差最大的是哪一个 五个答案分别是 金哲 春芬 立夏 双降 立冬 我就感觉是立夏我就站着衫吧 我也觉得 我觉得是双降 双降或者立冬吧 温差 温差 温度最高到温度最低 很大 冬天是一直都冷 我知道了 我已经站在那个位置了 没关系千亿点 我还是三号 好 请准备 三 二 一 爸爸好厉害 但是妹妹也好厉害 从春芬一直跑到四号 好 温差大一定是在秋冬交替的那个阶段 所以正确答案是双降 接到了一个答案球 然后加上一分 好 请听下一题 请听音频 好 这首歌跟以下哪个人物有关 你怎么又跑了 这首歌 这首歌 你来这首歌 你来这首歌 呃 妹妹听出来这是什么歌了吗 我知道 我名字做的 青城山下 对 我知道了 就是这个 好 来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请准备 准备 二 一 哇 还是没接到 没关系 没关系 小瑞瑞玩得很开心 挺好的 没接到 我们再努力接他就好了 有你爸爸在呢 他又接到了一个答案球 来 我们再加一分 来 我们来听下一题 阿布在家经常下厨做饭 那么请问 在中国古代被称为碎金饭的是下列哪种食物 黄焖鱼翅 佛跳墙 蛋炒饭 拔丝地瓜 羊粥炒饭 你们觉得哪些肯定不是就可以排除掉 我觉得这个不是 有啥的那个不可能的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我也感觉这个是对的 就是 因为古代的学鸡蛋也有 对 米方也有 对 所以说很简单做这个方法 对 就简单 这是商号 好 说这样子 亲爱的 这样 好不好 请准备 准备 二 一 好烫 老爸一直点 这动作到位了 就接住了 学习能力好强 是的 来 为你们加上两分 来 请听下一题 虽然土耳其没有酱油 但是阿布现在学会了在家里自己制作酱油 那么酱油中的老抽和生抽 除了颜色和用法上的不同 在制作原料上 老抽是多加了以下哪种物质 这五种物质分别对应的是 腐乳汁 酒花 鸡豆 我就感觉是三号 鸡豆 焦糖 还有 红糖 来 你确定 来 我刚才在求宝出题的时候 我才有了解 土耳其没有酱油 没有 我们合战县县县层里面有一百零五年厌县的一个酱油 赤水旁边 所以说我是现在厂的土地 你是厂的书记 都地 都地 如果我书记的话不得了了现在 所以你知道里面要加焦糖 颜色会更深 对 来 答案选完了 我们看看是不是正确答案 请准备 这样 3 2 这样子对吧 1 没接到 没关系 没接到也没关系 因为现在你们已经有四个答案球了 对不对 再加上阿布爸爸给你接到的这一个球 我们现在的变化是 已经集齐五个球了 可以进入下一关了 还有最后一道题 我们再接再厉 在西南地区的众多少数民族中 歌仙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 那么以下哪一位是民间传说中的歌仙 这个是诗仙 排除李白 亲爱的这个你多比我多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李白 排除这个 我一点都不知道 好远 这就有点无同为例了 对 不过没关系 你们已经进入到第二关了 开不开心 开心 开心 孩子妈妈还挺淡定的 妈妈对孩子不太关心 总是在盯着他爸爸 第几号 对对对 还有主要的就是 战斗力还是在爸爸身上吗 是不是 平时在家的相处 夫妻俩就是 可能爸爸需要被领导的多一些 我是怕耳朵的领导 但是很多人都说怕耳朵 是不是我怕我老婆 我尊重我老婆 咱们一般说怕不是丢人嘛 一般都说尊重 你说的也没错 没有错 特别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下一个游戏更好玩 来 让我们一起进入奖品追逐战 好 来 我们先来看你们得到的五个答案球 会掉落在哪里 这里 一定要得到 加油 加油 有时候我自己出的题 我自己都不知道答 那你出简单点的嘛 既然你这么说了 我可以适当的简单一点 来 一百八十秒倒计时 开始 请听题 在经典儿歌中 什么动物白又白 两只耳朵竖起来 兔子 正确 冰雨逛情水 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刘德华 正确 那年的三月五日 是学习哪一位 助人为乐楷毛的日子 劳动节 错误 三月五日 学习谁好榜样 学习那个歌 雷锋 对 正确 敢问路在何方中 你挑着蛋的下一句是什么 西游记当中 你挑着蛋 我 有点不知道没有 你挑着蛋 看过吗 西游记 看过蛋 看过吗 不会可以过 过 我牵着马 无纯啤酒指的是不含哪种化学物质的啤酒 啤酒的时候你看我干嘛嘛 过过过那就过 过 乙醇 好 美丽的大鸣壶 位于山东的哪座城市 违反 错误 过 过 过 济南 济南 爱爱言 鲍义词的反义词是什么 鲍义词是什么 鲍义词是好的意思 过过过 过 点义词 登门拜访却被拒之门外 我们常说吃了什么羹 这个对二位来讲有点难 对 狗 闭门羹 我根本不知道 我们用哪种动物的尾巴 来表示女生头发 全部向后扎起来的发型 马尾变 正确 正确 平时吃的天然薯片 是用哪种蔬菜制作而成 土豆 正确 快快快 绿阴豪门说的是 哪项体育运动的俱乐部 绿阴豪门绿色的草地 什么球 猪球 猪球 正确 快快快 垂涎三尺中的咸指的是什么 我给你形容一下 有一个成语 看着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 垂涎三尺 垂 什么东西流血了 什么 对 正确 我们会用哪种早餐时 吃的油炸食品来形容喜欢耍滑头的人 油条 正确 正确 了解一个人的内心很难 我们会用俗语画虎画皮 时间到 到 还不错 三千 三要五 好厉害 宝贝 你可真厉害 但是我爸爸也很厉害 他也很厉害 谢谢 还怎么着鼓励 平时在家里面 比如说劳动就是要做听爸爸 然后了解中国知识 爸爸要向你学习 因为你在学校比爸爸学的东西多 对 那么父女俩这次来我们越战越游玩的 开不开心 开心 开心 今天通过你们第二轮的表现 赢得了 三个 三分礼物 来 我们看一下三分礼物都是什么 这三分礼物是电饭锅 空气炸锅还有炸汁机 谢谢 其实你真的在这个舞台上 能够看到阿布的这个状态 特别幸福的笑容 像刚才阿布说的 现在的农村道路也很好 然后网络也通畅 有水有电 能够看到他们其实真的回到家乡 守在父母身边 这两年的生活 可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包括女儿的这种状态 她又跟她的小伙伴 跑到田间里面去捞蝌蚪 她又跟他们 可能在漫山遍野去跑 我觉得这对孩子的生长 发展都非常好 四川是天府之国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在那 有自己更加幸福甜蜜 恩爱的小日子 把更多幸福美好的生活 把你们在家里的这些 所见所闻 分享给我们大家 好吧 越来越好 开心 很开心 有机会去你们家玩 好的 欢迎 谢谢方琼 本期《越战越勇》 为了助力这些友朋自远方来的 我们国外的友人 热爱我们中国 扎根我们中国 所以我们特意在这期节目呢 会为今天的冠军搭档 送上国内任意游的机票 也希望你们先不要离开 等待最终的结果 祝你们好运 好的 拿得动吗 拿得动 拿不动就可以给我留下一样 好 来 都拿得动 再见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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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